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节 其实我们也知道在ICCC成立后 当然雷厉风行 除恶无尽 赶尽杀 追杀警察 因为警察贪污的情况 香港市民是可以直接体会和接触得到 另外还有消防署 其他政府部门很多 但警察始终日常生活 基本上一定能接触得到 每个人都认为警察贪污 亦是视为常态 所以在ICCC成立的矛头 最初是藉此警察为主 成立了一段时间 由几年中过后 七十年代 美八十年代初 我们也发觉 美一样是收街荡口 更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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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怎样运作呢 为何更厉害呢 那时探头的权力削弱了 一间警局有七个 九个事沙 只有九个头长 那时权力分散了 在个老蠢 在个警司上 尤其是尤其是 尤其是他做老蠢的 他够胆 他自己包了账 你有没有预论便 你拼得到才算账 我拼得到盡 开得到盡 他就化得好 你跟我做事 跟你说 我拼得到什么 没有警司 他社长kt毅不足够 你不可以拼当 你不可以拼当 你要拼我 你可以拼得到 你是不可以拼当 你不用拼当 你没太多情报 你拼得到我 你 browsers去拼我 我化得好 我自己的检点 我交了一两个心腹 你都混在红人 我不能拼建人 天天堵敬着四幅桌 放工上去警察会打帮 有五七里跟 我发了一堆 沒事,幾個全身而退,夠泡 但退了之後就沒有人敢開這些旗 即是各個有個人想法 幾個有甚麼所謂 我三幾年,我找了幾千萬 坐在黃朗糕,你拆下來爆才算 所以他們在那時做仲領興盛 有幾年多了 對,有幾年,很領興盛 到這個中英談判之後 已經是另一個綱景 就走一七七八八 另一個綱景,陸續有警察因為貪污被控 對,一直有做 變成整個社會上軌道 然後開很多廉政公署的分署 又慢慢做宣傳,教育一些人 因為當時英國佬成立ICAC 除了調查組的行動 他的宣傳和社區關係 做得好 他的比重,社區關係或宣傳 和所謂執行處的比重是差不多的 用了錢亦差不多 我看得很奇怪 現在香港有條防止貪污的法例 是我有份立的 怎樣呢 是,你要聽甚麼?古靈怪 他不知適合屋宇的車場 改條例 剛才我一個好朋友 是做廉政公署的高級主任 叫做謝福玉 大同餅家的太子 他是倫敦大學的 和阿減月強的同學 他在中文大學教學 後來就在六年做 那時七、八年七、九年 聊天後,他知道我很熟悉 夥記的事 他誒,讀書仔 整條這樣的例子 誒,你不要以為他鬥 為甚麼?因為鬥完後 就被法律改革委員會通過立法會 誒,你不要以為讀書仔 我跟他在家讀書仔三萬 他誒,你這些在行 我問你防止怎樣劇水 你真好笑 世界真是好奇形 這頭那頭幫人教劇水 這頭又怎樣 那頭幫人劇水 那頭又教人防止劇水 跟隨家結合同朋友 人生 有一件事最好處 是歸根結底 你不鬥利益是最惡惡的 有機會下一次我們再開麥克風 就說酒色財氣 過幾個到現在 有機會這個節目一定是長手節目 都失惡酒色財氣 夥記又出事 車子坐小桌子 演戲 你有沒有在那間斜牌 去劇水 又沒有浮女性 一吵起床上來 那條女生真的會被捕 你有沒有去街上喝咖啡 你會否捕捕捉了 說起這個警察和哀忌 真是… 有很多笑話 就很對立 大家都知道 這個絕對對立 到現在都是水溝油 到現在都是水溝油 水溝油 我們記得在2002年有一宗 我想你也熟悉 閃錦華警司的事件 那宗拿來壞 那宗和阮華那宗 那宗那宗那宗 那宗是非常高調 去抓他和發聲明 開記者 九十多樣 警察部整個呆了 擺明是落你面子 那時曾蔭培做警務處處長 2002年的時候 那時警察部說 所有工會都發聲 然後又吵吵 當然最後就閃錦華被定罪 大家也知道 他覺得你挨記這麼高調 來抓我們的O記的頭 是吧 警察部就覺得顏面無存 你可以抓 你有證據可以拘捕 但不是這樣 所以我記得 去到2010年試過有一宗 警察部的商業犯罪調查課 就是埃記總部拘捕人 是的 拘捕兩個調查主任 真是 所以就是這樣 他那宗說過閃錦華 即是說 是沒有師傅 沒有師傅 其實很小事 但那條罪你不能用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你沒有師傅教 他還要師傅 大佬A記的頭 不是這個O記的頭 後期那些警察很曖昏 人家不教你 而且你這種所謂是很可謂的 你搞來搞去 別人出來撈皮肉錢 你只要給多 我們可以這樣說 我們可以這樣說 但當時就是 如果看過安城 人家沒有收你的錢 沒有人敢收他的錢 最靈的 沒有人敢收他的錢 那條媽媽 那條媽媽說 你不要跟你比比比 漏左 你不要撒人撒妹 人家口疏 實施衝動 但你老婆你死定了 這些開心的錢 能夠出來 行搞 只要給多 絕對不可以 你事後我們評論這件事 當然是這麼說 沒有師傅教 他沒有師父教,是否認識他,他也是屬於 你真的不知道 你真的出來趁,三間半夜,你做甚麼 你身為一拖一,一拖二 總警司,老人都說 你兩母,你真是埋殺死,沒有人教 說盲功也糟糕 他後來判兩年 他知道他這件事 害多人要提早食糧 這件事很麻煩 不過說到警察,用大學的術語來講 這些是低級警察 說到警戒衝突,我想到警察的群體活動 或集會 最厲害是前年那次 那次是搞笑的 撐七警幾萬人,真的很離譜 那個真是很離譜 你覺得警察和爛契有甚麼分別? 跟爛契有甚麼分別? 少了這些是領導人 少了自我反散的能力 少了減輕社會危機感的能力 他現在逢有事,擴領大 他就說明金收兵 朱經緯這件事就不敢那麼高調 最多是公會發表 掃辭強烈的意願 他不敢集會 集甚麼會? 最重要是 社會有把情 社會民間都有把情 你自己作為警察 你 逆地而處 打個畫面一看 搞來把人 是壞了就壞了 現在也沒有這個文化 死撐 死撐難撐,撐到自己 拋進去 當然你一個警察部 都會有出現這些 你要撐,但不是這樣撐 你也一定會有些伙計犯罪 會出現這些問題 一定是這樣的 逐大有嫌疑 你老闆完全沒有了解民情 沒有人在這裡跟你修情報 人家都要收領到封了 被你找些警棍打 那些年輕人在這裏 據警察說抱歉 我就撐私控訴了 如果你稍為做事會情報收領到 就需要還手 你握手而磨 出來見見記者 我們大家都是 那一宗 老實說,如果不是那位姓鄭的 年輕朋友去告 報警 要告 他說撐私控訴 你根本都不理 你怎會去追 監警會都要投票 我害怕 搞幾次 搞幾次 這就是農民相財 沒有人流行的 還有其實到最後 你是整個警隊的聲譽受損 應該怎樣 如果以前 第一時間 我自己的警察合佈 不用監警會 自己老闆 聽著這件事發生事 我又查詢你上去今晚下收 你想想想算數罰錢 不允許你退休 不允許你食糧 這就是正式管理一流 當然啦 我們一看九流 你給他視頻去看 阿豬仔 你教我怎樣打了 你教我怎樣策略 對 這樣就行了 是不是 因為隔壁扯你 糧也沒得吃 你上隔壁了 只會沒有糧食 算數 你說他搞哪樣 那就平息了 現在搞到這樣 你真是 勞引土 勞民商材 你為甚麼告別人上國 所以你那個近年這兩宗案件 即是看到別人的英國文化 我不引起社會震盪 為第一管理 最重要 而且你化解了危機 不要讓社會知道 很必要讓社會知道 你拆彈 比如說你收到電話 你做一哥 有人告訴你 我們在哪個地鐵站 有炸彈發現 有了 你不可以說嚇嚇的 立刻做一場演習 林居林河做演習 拆酒就算了 你再說給你 屌人館把炸彈還要上班 屌地鐵都不敢坐 這就是技巧 這個就是管治的 一流水長 就是要化解社會危機 那次的集會印象很深刻 所以很多人就把那次的集會 跟當年七七年的紀念中突來做比較 那次就激動,包圍廉治總部,然後就動手動腳 但是你這次幾萬人,當然不是全部警察 你在這裏對著咪高峰,我丟你了,行不行 擺明是很威風,很亢奮,打完飛機等於 就對公眾,我丟你香港人 這些根本是犯規的 你以為是有紀律調查,沒有事 香港人看見,你以為是很威風 郭兆明說的70年代 一哥不夠管理文化 好像你贏了,你威風了,那怎麼辦 整個警隊受到傷害 因為他不知道你連一哥 既然大家說香港的司法、行政、立法獨立 既然那件案件被上確,你就要遵守遊戲規則 還有現在的年代和以前不同 說話是浪費的 現在的香港人或受過教育的人都知道 你這樣是不對的 那時候反而會覺得警察大了,沒辦法 當年那些人都沒有特別說警察大了 要分清楚就說很簡單 浪文哥就是 市民 就說你的政府教育做得不好 但市民我覺得矛盾 他有事的時候,他就要找警察 多謝警察的幫忙 警察叔叔幫忙 打工作也要你幫忙 一反過來,他犯法 你一動他,他就不滿意 但現在警察部有一點問題 又在觀念上 警察,你走出來執行職務 第一,你不可以涉及政治 你看著天書來做事 他沒有犯法,因為他也犯不犯法 還有你的警察,你的最大前提 你是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現在你不犯法,你就去保護他 現在你動他 坐著坐,整個觀念 調轉了 你怎樣做呢 你的精神觀念都坐著坐 現在共產黨 你是令到國泰民安 人民不可以在恐懼中生活 有本憲法保護之下的安全 你又不是的 那你怎樣做呢 你想管治得好嗎 你法務就沒有這麼做 整個觀念是錯了 可能現在你的社會 又沒有人強調這種觀念 你的法律是要做工具 打壓人民的 人的法律制定是要制行自己 不可以濫權的 市民犯法,犯得什麼出樣呢 殺人不放火,打劫銀行 打劫銀行 都是不肯建一間銀行 但是政府一犯法很嚴重 打童通串謀話 古靈精怪 不要說犯法 一個錯誤的政策 很嚴重的 就已經不見幾百億 影響民生 不用貪官,清官 中國共產黨現在回歸 最嚴重的就是 他用法家精神 去管理社會 每個都是理師、章儀 是的 那些是工具 他不想知道 在西方世界的立法精神 所以英文的off和by 的分別 rule by law 人家的憲法精神 就是要制行自己有權利 在手的人為主 這是最大的分歧 所謂法治的意思 法律是限制政府 多於是限制人民 沒錯 那個動機在那裡 限制政府 多於人民 限制有權力的人 我們當年 大家聊天 我完全沒有優越感 我沒有優越感 因為我走到這個瞬間 有人欣賞我 信得過 我又有東西學 又肯用我 怎麼夠溜溜溜 找幾皮 有什麼好做 怎麼又威水 現在找皮 是幾十年前 我們跟著別人 學好東西 那時候買房子 也挺胖 但大老闆 人家教得好 教我們做人 千萬不要出門 好 講極都講不完 下集大家繼續看哪些年 多謝博士 花時間上來賣Radio 錄這個節目 社會工作 下集再見 拜拜